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老师早 同学们好 我们一起上课了 嗨 欣慧 嗨 阿里 小六会考 你考得怎么样 我觉得考得很好 有难的问题吗 的确有一些题很难 还好我6月时 我参加了Mind Stretcher的PSLE Power Up 让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每道难题 我都轻松地答出来了 你跟我说过 我错过了PSLE Power Up 但是我9月时 参加了Mind Stretcher举办的PSLE的Last Lab 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会考题 好啊 各位同学和家长们大家好 这是2017年小六会考难题解析的第二部分 今天要讲的是看图作文 这是今年题目内容梗概的示意图 学会乐的老师将以此题为例 讲解看图作文写作的几个重要的题目 通常同学们拿到题目之后 就先力图看懂图片 然后就开始写作了 这会忽视一些写作中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 如在看懂图片之前 需要先找到文章的主要人物 以及故事发生的环境 而在开始写作之前 也要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 并找到恰当的叙述人称 下面我们将一一加以解释 首先来看主要人物 主要人物是在故事中出现最多的人物 我们去分析它 往往要抓住人物的特征 以及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 所谓人物的特征也就是根据他们的样貌和服饰 来判断他们的年龄 职业 民族等个人基本信息 知道他们的关系 也就知道了他们是亲人 是朋友 还是陌生人 这样对把握文章内容 有很大的帮助 以此题为例 文中主要有三个人物 他们分别是一个年纪最大的女孩 年纪小些的男孩 和一个年纪最小的女孩子 根据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 他们一起做的事和故事发生的环境 我们大体可以判断 年纪最大的女孩是姐姐 年纪小些的男孩是弟弟 最小的是妹妹 其次是故事的环境 同样也包含两方面内容 一是故事发生的时间 二是故事发生的地点 我们以前三幅图为例 根据图片的内容 我们大体可以判断 故事发生的时间 可能是假期的早晨 或儿童节的下午 这样上学了的姐姐和弟弟 才可能陪年幼的妹妹一起玩 这样写 比写一天下午 显得更为具体了 而故事的地点也发生了转换 第一张图应该是在家里的客厅 第二张图应该是在祖屋楼外 而且下起了雨 第三张图则是在祖屋底层 在把握住主要人物和故事发生的环境之后 大家就可以去看图片的细节了 第一幅图 在家里的客厅 姐姐和弟弟妹妹在讲话 她提议去公园踢足球 从弟弟妹妹的表情 可以看出 他们都很赞同 但天宫不作美 他们到了外面 却发现下雨了 球踢不成了 然后姐姐又提议 回到祖屋底层 去玩捉迷藏 弟弟在第三幅图中 建议姐姐去找 她和妹妹去藏 大家都同意 游戏开始了 姐姐开始数数 弟弟和妹妹跑向不同的地方 第五幅图 妹妹却跑进了电梯里 姐姐发现了 吓坏了 连忙摆手 最后会发生什么呢 有可能是妹妹上楼了 姐姐忙去叫弟弟 来一起找妹妹 也有可能 姐姐一个箭步冲上去 按开电梯门 妹妹并没有上楼 安然无恙 这样我们就把握住了 故事发展的脉络 第一张图是故事的起因 二三是故事的发展 四五是故事中最紧张的部分 妹妹可能要出危险了 也就是故事的高潮 第六张图 则是故事的结局 图片看懂了 但并不一定能马上开始写作 我们还要在写作之前 把握住文章的中心思想 通常看图作文的中心思想有两种 一是其中人物错误的行为 给了自己一个教训 二是人物正确的行为 值得大家学习 在这篇文章里 我们可以通过文章高潮的部分 来对中心思想进行分析 这里面错误的行为 是姐姐没有照看好妹妹 那么这能反映出怎样的中心思想呢 也就是告诉姐姐 以后做事要谨慎 更要有责任心 与中心思想相关的内容 我们要多写 不相关的内容 则少写或不写 下一个问题是叙述人称 叙述人称有两种 即第三人称叙述和第一人称叙述 一般的看图作文 写第三人称叙述都是没问题的 我们可以直接称呼 姐姐弟弟和妹妹 并可以具体描写 他们的语言 动作 心理 外貌等 至于第一人称叙述 则有一点麻烦 我们选谁来做我呢 这个人最好在每张图片里都有 第五张图有姐姐也有妹妹 妹妹太小了 所以我们选定姐姐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第四幅图中 姐姐蒙着眼睛 看不到后面发生了事情 所以在描写第四张图的时候 大家只能写 姐姐听到了什么 并不能写自己身后发生了什么 中心思想确定了 叙述人称找好了 我们才可以开始写作 要把内容写得充实 大家要充分运用描写手法 比如语言描写 心理描写 动作描写 外貌描写 感官描写 警务描写 都要用一些 我们还以高潮部分的第四和第五幅图为例 写到姐姐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她用手蒙住双眼 大声数着 一 二 三 描写妹妹 我们可以写 她急急忙忙 三步并坐两步 跑向电梯 而弟弟 则一流烟地跑开了 在第五张图 细心的同学应该发现 电梯上方的数字在闪烁 显示电梯门眼看就要关上了 而妹妹竟然一个人在电梯里 姐姐看了大惊失色 不要不要 姐姐连忙 一边摆手 一边大喊起来 加入了这些描写 文章的内容才能充实起来 当然 要想把故事写得更完美 学会了的老师 再给大家一件秘密武器 那就是抓住图片的隐藏信息 其中既包括图片内的隐藏信息 也包括图片之间的隐藏信息 比如在第四幅图中 妹妹冲向电梯之前 她想了什么 图片中并没有反映出来 而在第四幅到第五幅图之间 妹妹进入电梯前后都做了些什么 姐姐数完数了吗 还是她听到了什么 连忙转过身来 发现妹妹已经在电梯里了 这些信息在图片中都没有 其实图片给我们的信息是有限的 我们要仔细地挖掘图片的隐藏信息 让图片中的人物动起来 让不同的图片连贯起来 才能写出完美而充实的文章 好了 总结一下吧 第一 今天我们学到了 要在审题的时候 抓住文章中的主要人物 把握他们的特征 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 要注意故事发生的环境 也就是故事的时间和地点的转换 第三 要把握好故事的中心思想 第四 要选好叙述人称 最后的秘密武器还记得吗 就是挖掘图片的隐藏信息 同学们 你们学会了吗 我们学会了 听力理解模拟练习电子书 我会强力推荐给上小五的同事们 我也要买给我上小五的表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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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